为了角逐寿陵乡民代表会下一届的主席宝座 新科寿陵乡民代表王沈刚逐提出 太鲁阁族当家做主的理念 建立监督平台与村民进行互动 了解工作推动的各项乡镇 确实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 让寿陵乡更加进步 同时也寻求各个代表们的支持 神根部落共同打造幸福家园 为了争取寿陵乡民代表会下一届主席宝座 新科宿陵乡民代表王沈刚逐表示 在乡亲的支持之下 顺利当选乡民代表一职 而在现在即将进入第二阶段的代表会主席的选举 同时也来角逐让代表会有展现的一面 希望可以在第二轮争取主席这个位置 那我自己是年轻人嘛 所以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当上主席的话 我想要把针对我们在民意代表里面 其实民主政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监督 我们要把监督的这个角色把它发挥最大 然后那很多事情是关于像政府的预算 那里面的内容我希望说有一个可以一个畅通的管道 让那个民众可以去了解可以去看 可以去知道说这个预算到底又在哪里 那另外呢我还希望说在代表会里面 我可以定期或是不定期的 我们在部落走访部落 然后请听民意 因为今天虽然选举完了代表有11位 那不代表未来修林乡就只剩11位的人的声音 我们随时都要保持跟民意站在一起 然后请听民意 那在做这个身为代表会这样子 大家一起走访部落来知道说 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 有没有一些新的村民的一些想法 或是自己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 还是怎么样 随时要请听民意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重点 那再来就是我想要 因为自己走年轻人的关系 那有很多那个社群媒体 还是说网路上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平台 它有一个机制 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发会嘛 它有这个联署的网站 如果我们针对那个大家有请愿 还是说有一些对于地方建设 有一些大众上面的议题 可以讨论的话 我觉得有个平台大家可以讨论 然后大家来出来说愿不愿意联署 然后可以让把这个联署因为民众的力量 然后让他可以顺利立案 那还可以成立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社群媒体里面 有个像官方网站啊 还有那个可以告知说 我们这段时间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代表会做了什么事情 争取了什么事情 然后那可以来给大家检视 来给大家检讨 那另外也有一个像 一个像村民专线 然后来可以说 他对代表会有什么建议 还是说他自己想要有什么建设 那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资源这边 然后来去 有点像是代表会专线这样子 来有一个通测的沟通的管道 那就是针对这三点 那我希望说 未来在做 如果能争取主席的话 我希望说可以再让秀龄 可以变成一个真的可以大大的改变 那其实我这也是二三十年来啊 这也是我一个一直有的一个期盼 就是当然我还是很尊重族群 我知道秀龄像有非常多种族群 只是我自己身为泰鲁阁族 当然我希望说 我们自己泰鲁阁族能够当家做主 新科秀龄下面代表王神刚主表示 代表会是合一致的 尤其代表们之间的沟通协调 是相当的重要的 他也会续心地学习 一时规则 站在坚持立场 来为乡亲争取地方建设 共同打造快乐幸福的家园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